各位婚姻 大家好 我是詹美官 歡迎收看今天的七月十九個禮拜五的婚姻新聞 婚姻官因為本社累積的問題很嚴重 國在家教會集體制的影響 要如何檢查本社兩家共貴企務的回收 也會關鍋最重要的事情 蔡都也包括有一個人請客對 協助其他操縱地來進行破罪脫罪處理 離職都也進行有何位請客對於主席的處理 配合將都也留給他更加專門 那是將都也回收更加利用的行業 也受到看保守的固定 得到這個禮拜有優點的公約 看保守中有優點的總部的辦法 給婚姻官 因為今年婚姻在都也回收再利用的這個禮拜 非常受到固定 二輪的一個處理的設備 它一個破碎跟濾水的一個設備 它不是只有處理二輪 而是它已經建立了一個區域血統處理 之前的話 我們在府尾有一套的那個 就是處於增足場 十幾年前環保署補助各縣市 唯一還存活的 還存活還繼續持續運作的 本所利用收貴制無法處理的問題 不僅是婚姻官 其他關係也會出現這種狀況 要讓本所減量就行為回收再利用開始 婚姻官 不論是車或是車的豬魚回收 都會有很大的進步 援助這條環保署的鼓勵 雲林縣的環保局 我們也得到一份殊榮 也在這裡跟大家分享這份榮耀 最重要的是 我感謝所有的鄉親 對於廚魚的回收 大家都能夠全力的配合 廚魚大家能夠好好幫忙收回來 第一個 減少垃圾處理的壓力 第二個廚魚回收之後 除了傳統的養豬 未來我們可以做堆肥 可以做生子能發電 那都是一個很好的能資源的回收 鄉親含時的豬魚混合在利用 造成改善投資的材料 目前這部分的試驗已經完成 未來中可能更奉後民眾來收集 光保局也好友大家 為完頭開始檢測本所量最重要 廚魚的回收量 在今年反而是比去年減少 去年是全部湯湯水水 今年湯湯水水的比例已經降低了 家裡面第一個 我們要減肥豬 剛好夠吃的就好了 這個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無關是會去沒有下廚 祝福分類算去回收 這檔大家存款經濟的效果 也同價本所三進的所量 因為誰都沒有希望 本所到下廚魚的分化路 出現在我們的出賓 記者靈一靈 蔡英雄報道